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繼續我們的題目是不上身病 就搞定自律神經 那今集我們會說回關於壓力的 那其實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年紀大什麼病都會出來 那通常都會在年紀大小小的人的口中聽到 但其實現在年輕化了 三十幾歲的上班族已經經常在說 很大壓力啊 不老才怪啊 他們是被一些壓力追到很辛苦的 你知道壓力當然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除了令到自律神經系統失調之外 也造成人體的老化 壓力也可以說是一種無形的殺手 來無中去 即是來無意去無中 對有些人來說 控制難度很高 不過人類人體對壓力的回應就是有形的 當壓力侵襲的時候 身體荷爾蒙就會改變 血壓 血糖會升高 血液裡面的脂肪也會跟著增長的增加 一連串的身體反應對健康都是有傷害的 當然舒緩壓力的方法很多 好像改變你自己想的方法 調整自己心態這些 無奈這些可行的方案 說就容易了 做起來很多人都很難的 往往就是可行變成不可行的 很多困在自律神經系統失調 那個沼澤泥林中的受害者 應該都有這種感嘆 當然除了心態之外 其實我有很多其他方法 那有些什麼測試可以測到 我們的壓力是否很大的呢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自己口裡變成掛著掛著 但是他講不出什麼原因呢 我有什麼跡象呢 讓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身體的壓力是真的好大 越來越大的 那和大家一個簡單的測試 都好像過去一樣 自己拿著筆記住 如果是適合你的就拿一拿 那如果是加起來 看看結果是怎樣 那問題第一 那經常感覺 肩膀總是像石頭一樣 是硬斑斑的很實的 那這個壓力是正常的 比你外面做按摩 是不是 那人一摸你 就哇 你怎麼這麼硬的 那你就知道是的了 那第二 身體很嬌貴的 隨便做一些事情 就覺得累到死了 那第三 眼睛比以前更加容易感到酸脹 那第四 嘴破的情況 比以前更加容易出現 嘴唇破裂 那跟著 第五 就體重 雖然變得輕 但食藥都跟著下降 即不會說 哎 原來他人瘦了 吃回多點東西 沒有這種這樣的食慾 好了 雖然每日都排便 但就不是便秘 就是輻射 很少是正常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壓力的顯示 好 好了 總是呢 腦袋是溫溫沉沉 即是隨便想幾件事 就會發脹 那這個也是壓力的跡象 來的 偶爾會突然之間 有一種的頭暈 是從來都沒有過的 這些其實很多人都會有的 即是無知是 都覺得暈了暈 這樣的 好了 變換姿勢呢 尤其是站起來的時候 會有少少那個紛紛的 那跟大家都分享過 這就是我們那個 腎上腺素 即是那個弱了 那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 是不能夠及時 將那個 血壓增加 那所以呢 那一起床的時候 那腦袋的血 就向下沉 那就失血之下 就感覺有少少緩緩的 好了 就算你用假期 補回那些睡覺呢 但仍然覺得是睡不飽的 有些人呢 平時說上班 一早要起床 那晚上做到晚上都睡 但到周末了 那想著去補回呢 其實好像也補不回 好了 情緒都不是很穩定了 很容易呢 為了一小小事就生氣 那 好了 好像呢 就沒有以前這樣好好睡 而且變得是 教淺棉 睡覺好像很淺 很容易醒 睡覺之後 好像是有些事情 好像自己沒有什麼 睡覺的感覺 好了 那變得不是那麼喜歡 和大家互動 沒有以前就不是這樣的 即是社交方面 他好像也不太喜歡 好了 有時候突然之間 一種空悶的感覺 或者是喘不過氣 最後呢 對工作提不起勁 注意力欠佳 好了 那這幾個題目呢 都是和大家顯示到 都是你那個壓力那個 是越來越大的 那如果你發現呢 很多的 剛才所提到的 那個症狀呢 都是和你有關的 那就是留心了 你真正正正 是面對了很大的壓力了 嗯 那有些什麼常見的營養素 可以舒緩壓力呢 那我們就是 即是 起碼那個 舒緩的營養素裡面 其實都很多的 那第一就是 維生素B B雜 那維生素B雜 是一個天然的抗壓劑來的 能夠幫助我們 調節那個內分泌系統 那個維護神經系統的穩定 達到情緒的平衡的 那其中酸壓最有關系 維生素B1 B6 B12 葉酸 和乳 鹼酸 這幾個 其實都是維生素B雜的 那維生素B1 就有一種叫 鼓勵士氣的維生素的美名 那維生素B6 可以維持身體內的 吹化氨基酸的代謝的 那個酵素活性 就能夠減輕的沮喪 那個 券桌 這種的問題 那 缺乏維生素B12 葉酸 瘀 鹼酸 這種人 就容易發怒 甚至乎 是導致神經系統受損 那平時我們可以從 那些 全谷 那個蜜的 胚芽 糙米 煙物 內臟 肉類 豆類的食物 都可以洩水到這些維生素B雜 那 那另外一種營養素 就是維他命C 是抵抗壓力的主要營養素之一 那當壓力增加 維他命C 就可以協助身體製造 那個腎上皮質素 那這種是抗精神壓力的荷爾蒙 那還有呢 維他命C 更具有保護身體的作用 例如當壓力來臨的時候 身體就會分泌一些組織胺 將於刺激那個胃黏膜的細胞 導致胃酸分泌 而導致黏膜細胞受損 那產生一些潰瘍 那這種情況呢 就補充維他命C 可以加速傷口復原 預防傷口擴大 那平時我們可以從新鮮的蔬菜水果裏面 是攝取足夠的維他命C 好了 還有什麼食物呢 就糖類 糖類 就是平時所說的碳水化合物 那根據研究顯示 碳水化合物是具有鎮定神經的作用 那因為這個碳水化合物 在入了身體之後 就會從大腦轉換成為血清的吹蓄素 是一種有鎮靜作用的化合物 那當我們感覺到壓力 就想要放鬆 那其實可以用六大食物 是找到這些糖的 那當然呢 你可以選擇全麥的麵包 全麥高纖維的梳打餅 或者複合性的碳水化合物 都可以很快就拿到這個舒緩的效果 那還有一種是那個叫色胺酸 是一種天然的胺基酸一種 那它是大腦製造血清素的原料來的 那那個血清素呢 是個身體那個傳遞的物質 可以減緩那個神經的活動 那令到人可以放鬆 就不要再緊張了 那也都能夠舒緩心情 和幫助睡覺 那乳類啊 肉類啊 奶類的都含有比較豐富的色胺酸 那其他會豆類啊 那堅果類呢 也是涉水色胺酸的理想的來源 那英文色胺酸叫做Tryptophan 那樂胺酸呢 就有Glutamine 樂胺酸呢 樂胺酸呢 也是天然的胺基酸一種 能夠幫助神經源的傳遞 那樣就維持神經作用的穩定 那還有呢 樂胺酸呢 也是腎上腺素的前身來的 那當身體缺乏那個樂胺酸的時候呢 就令到大腦某的部分 又缺乏精神上腺素 產生憂鬱啊 低落那種負面的情緒 那我們可以從肉類啊 海鮮類啊 蛋類啊 乳製品裡面呢 吸收到樂胺酸 那素食的人呢 都可以從大豆裡面呢 是食物的吸收的 好了 跟著鈣 鈣是維持身體穩定的 重要的營養素 那當血液裡面的鈣成分不足呢 那除了會引起肌肉的痙攣之外呢 那腦部神經中樞呢 也都會變得較為興奮的 而且是頻密作用呢 是接受外面的訊息呢 那這種情況呢 讓我們感覺到一種焦燥不安 那平時我們從乳製品啊 小魚肝啊 綠色蔬菜啊 豆類啊 海燥裡面呢 都會吸收那個鈣的 好了 尾了 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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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和神經的全導呢 肌肉收縮呢 心跳規律有關的 那如果要維持肌肉的放鬆呢 規律的心跳呢 身體一定有足夠的尾 尾呢 尾除了可以促進細胞對鈣質的吸收呢 那兩者合起來呢 就能夠維持神經平衡和穩定的 一般來說呢 那森綠色的蔬菜和堅果呢 類的食物呢 都含有相當豐富的味的 蜜 蜜 蜜呢 不單止可以幫助身體製造肝的糖 啊 就是啊 啊 那維持高血糖的那個那個平衡呢 那也都可以能夠 身體裏面的荷爾蒙呢 正常運作 那才能夠維持是情緒的平衡 那平時我們可以從海鮮類啊 堅果類啊 或者肉類的食物裏面 是獲得這些新的 跟著呢 就卵倫脂 每個人在壓力來臨的呢 都應該有一種覺得 頭溫腦脹那種的經驗 那這個時候的卵倫脂呢 可以幫助身體呢 是找回清晰的思路的 應付呢 是壓力所造成的腦袋那個混亂 那卵倫脂呢 是能夠令到身體那個全道物質的合成 那就活化老細胞 和改善壓力所造成的精神疲憊 那天然的食物呢 當然有大豆 和豆那個蛋黃裡面所含的卵倫脂最多 那其他如堅果啊 那個蔬菜类呢 都含有卵倫脂的 好 那就 阿米加三 大家知道啦 阿米加三呢 是增加血清素的分泌量 那也都是構成呢 腦細胞膜的重要成分 那它能夠幫助發學的訊息 順利在腦細胞間傳送和溝通 都會提升大腦的專注力 記憶力 和呢 控制情緒的能力 那所以 深海魚啊 阿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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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有壓力的人呢 通常最容易出現的情況 那麽厲害 那麽厲害 阿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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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吃落土,还有其他食物,譬如乳酪,Yogurt 当你累的时候,吃一点点乳酪,可以帮助你恢复活力 改善低微的精神,乳酪里含有酪酸,色胺酸,维生素B,B杂,钙和尾 帮助神经的稳定,赶走抑郁的情绪,特别提升力 乳酪是经过浓缩而制成的食品,营养虽然丰富,但热量也很高 最重要是吃的时候控制的摄水量,不要体肿一不小心就快速攀升 还有就是合图,合图里含有丰富的维他命B群,钙尾酸,色胺酸的营养素 不单可以维护神经系统,还有帮助改善因压力引起肌肉紧张的情况 如果你很容易紧张的人,或者平时睡眠有点困难 建议你不妨把黑桃当作零食,每天都可以吃一点 好了,接着香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点压力便便会出现 因为在胶感神经的过度旺盛,令腸胃的愚动变慢了,导致便秘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出外旅行便会有这种情况 始终在陌生环境,周居劳动,都是一种压力 所以很多人出外旅行便会有便秘 好,简单来说,就是吃一只香蕉 香蕉是一种输压的好食物 不单有很多种输压的成分 譬如是色胺酸,糖类,维生素B6,维生素C 还有它含有丰富的腺食的纤维,能够一起子 是拼除那些因为压力引起的便秘的问题 不过大家要提醒大家,空肚的时候 就不要吃太多香蕉了,因为会导致肠胃消化的问题 好了,还有什么食物呢?黄豆 黄豆是近年来的,是很热门的食物 也很出名的,提起黄豆 大家都想到普中荷尔蒙,女性荷尔蒙 其实黄豆好处不是吉拉拉这方面 它所含的卵磷脂,色胺酸,维生素B群,钙和尾 都有很好的输压功效 黄豆同时帮助我们输压压力的好食材 忙碌的上班族不妨偶尔喝一杯豆浆 吃豆腐花,帮自己打气,补充一下面对压力 当然有些人有痛风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虽然黄豆里面是有属于 所谓叫做Purine,Polim的食物 但很多咸的Polim 比较不会刺激尿酸上升的族 所以只要在痛风发作急期的时候 就要避一避一避 一般情况之下,只要不是过量 都可以食用黄豆和豆类的制品 接着是豆腐 压力大到你没办法好好睡觉 需要靠安眠药才能睡觉 如果你失眠的困扰 你自己可以帮自己加点菜 多吃一些软软的豆腐 豆腐和黄豆一样 都含有卵卵脂 色胺酸 维生素B杂 美盖输压的营养素 其中色胺酸 还有天然安眠药的支撑 这种营养素 都能够帮助我们神经的舒缓 令到我们能够放心的心情 解除心理上的硬斑斑的感觉 还有什么呢? 红豆了 红豆是很多女性朋友的好朋友 如果你被隔离追着那种人 不妨跟红豆交朋友 红豆里面也含有多种抗压的营养素 能够帮助情绪的调节 令到心情安松一点 是一种非常好的抗压食品 还有红豆能够帮助促进排便 大家吃的时候 最好连外皮和汤汁一起吃 红豆的外皮含有丰富的造素 能够帮助排便和利料 令到身体感觉轻松愉快 还有什么呢? 鸡蛋 以前鸡蛋是属于高档食物 并不是那些人吃的 我记得有些朋友说 在小时候 鸡蛋可能被男兵吃的 发现女生就没什么机会吃 当时始终比较贫穷一代 食物的鸡蛋就好像很贵 但今时今日 现在鸡蛋的身价已经不同了 营养角度来说 它仍然属于高档 所以提到鸡蛋 营养大的人都会想起 会不会胆固醇高 其实西蛋上所含有的营养很丰富 除了有优良的蛋白质 还有卵卵脂 色胺酸 维生素B集 营养的营养 对于随时处于高压力状态的人来说 是一种非常好的输压食物 还有就是金鸡 金鸡里面含有维生素C 糖类 维生素B1 和钙 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情绪 维持愉快的心情 还有金鸡也含有很多种的抗氧化物质 例如B胡萝卜素 生物类黄酮 能够消除自由肌 缓衰老的速度 亦都令到我们生理机能 可以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对于减压方面有正面的助益 吃饱了一餐之后 不妨吃几块金鸡 香蕴也很流行 吃几片金鸡鸡 那等于重新回回回回回回回花 除了食物之外 其实我们有一些常见的草药 这个比较是西方的草药 是帮助你减压的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Hobs 蛇麻石 蛇麻石 蛇麻石是很多人知道的别名 叫做啤酒花 它是生长在温带冷凉的地区 是啤酒的主要原料之一 蛇麻实含有一种叫做油质 味苦质和方麻油的成分 它对人体有调整肠胃、振静、利尿、缓合肌肉的净乱 舒减瘴气、刺激食欲、坐眠等功效 每天面对各方面压力的人都具有安神 舒缓心心、灵效果的蛇麻实 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叫做Hobst 这个很常有很常见的 我们大家叫做结草 这个字我都不一样的识读 英文叫Valerium 很容易看到的 这种的吉草 是一种多延伸的草本植物 它有镇定性的功效 从古希列马罗马时代 一直被人用来治疗恶心、抢胃、脏器、 避疗系统的障碍、颠间症等相关的病症 偶尔成为帮助睡觉、解除焦虑、安定神经最佳的药草 这个是吉草、吉草、Valerium 也有很多维生素 比如结草希酸、结草迷枝、Gamma 安基丁酸、甲、钙、钙、鎂、蜜、丁 在安定神经方面有很大的功效 最后就是香蜂柠檬草 香蜂柠檬草 叫做Lemon Balm 香蜂柠檬草可以这么说 是一种最普通的草药 也属于薄荷的家族 它有柠檬独特清爽的香气 但也没有酸味 香蜂柠檬草可以改善腸胃不息 促进消化、提振精神、放松心情 挂走抑鬱沉悶的情绪 一直以来 欧美是最受欢迎抗抑鬱的饮料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在外国很多这些草茶 即是西草药、草茶花里面 它可能很多这些抗压力的 就有这三个成分 在西方的 Hops, Valerian, Lemon Balm 在我们的健康店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traditional herbs 其实我们都用了十多二十年 也有三种成分的草药 首先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很多工具 其实在我们的健康店 和很多其他店 基本上很容易买得到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继续我们的题目 不上心病就搞定子律神经 那在第一节 袁医生和我们提到有什么食物 可以提升免疫力 减压 还有吃什么可以快乐一点 那在第二节 袁医生会和我们介绍 如何呼吸去改善 我们的自律神经失调 虽然自律神经都说明 是不受意识的控制 其实都不是全部是我们控制不到的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呼吸 你都可以调节它 当然我们可以 朋友意识地 改变呼吸的节奏和深度 调节自律神经系统 达到神经系统的平衡 相信这方面大家都听过 但是对于自律神经系统失调 这个问题来说 呼吸其实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先简单来说 呼吸其实是透过呼吸系统 做外加吸入的氧气 再呼出二氧化碳 帮助氧气和二氧化碳进入 或者移出细胞里面 呼吸作用的目的 当然是提供细胞足够的氧气 和移除身体活动里面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整个呼吸功效的重要性 例如我们假想 人体像一栋一栋屋 帮助就是那个空调系统 正常的呼吸作用之下 这个屋里面的空气才可以流通 温度亦都可以有适当的调节 人体才自然不会受到任何不适 但是如果一旦空调系统出了问题 细胞作用受到波及 人体全身上下都会直接受到影响 记住身体是人体用细胞构成的 那时候这间屋的结构一定遭到破坏 久而久之就开始出现 研究失修各种大大小小的梦病 我们知道正确的饮食方法 配搭合适合的运动 又会帮助有益身身 除此之外呼吸非常之重要 呼吸能够让身体的血液内 含氧的量增高 调整血压 加强伸臣代謝 改变心情 增加抵抗力 当然不是随便吸几口 就可以得到的效果 那什么为之好的呼吸呢 其实好的呼吸 基本上就要缓慢 深长和腹部的呼吸 才叫做好的呼吸 你知道 嬷嬷仔第一出生 第一件事就呱呱落地 第一件事就立刻呼吸 然后就哭出来 所以呼吸很明显 是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 好了 深呼吸多才会健康 平时在路上 看到很多人 其实用嘴巴呼吸 通常呼吸气息又短又急速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长期以来 就会对身体健康有害 那么短浅的呼吸 容易造成血液里面的含氧量不足 当人体的细胞缺少了氧分 代謝身体的内部废物的能力 就会变弱了 久而久之 生理机能就会受到影响 还有根据现在临床的研究发现 短浅而快速的呼吸 是容易导致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我们呼气的时候 其实是把二氧化碳排出去 二氧化碳是一种药酸 一种酸 能够消灭消减呼吸道里面的细菌 所以呼气速度快 浅就会令到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不足 没有办法消灭呼吸道里面的细菌 病菌 以及会提升感冒 吸收肢气管炎 呼吸道的问题 大家猜不猜到呢? 原来二氧化碳 其实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一个废气 原来二氧化碳 因为是一种微酸 如果它的浓度足够 我们就可以达至我们刚才所说的 杀菌的功效 明白 好了 呼吸是我们一生以来 不需要学习都会 但吸气时 吸日的氧气 呼出来 呼出二氧化碳 其实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 但这些简单 当然的事 其实是有好心的学问的 所以中国不是经常说气功 是吧? 道家的太极 所以现在印度瑜伽 其实不是经常都很强调 调息这件事 其实调息就是呼吸 好了 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频率 大概一分钟 大概呼吸十二到十六次 当情绪紧张 呼吸频率 就会高达到一分钟二十次 那什么呼吸的节奏 才叫做缓慢呢? 我们建议起码 做到每六秒钟呼吸一次 就是每一分钟 就是呼吸六至十次 一般人很多时候 就是十二次到十六次 那就是要大大大大加慢 OK? 那当然了 深呼吸会放松身体 那 大家有时候都看到 就是 你的情绪 是和你的呼吸 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想想 上台之前 是不是会吸气 还是唾气 通常都是 input 就是吸吊气 是吧? 当你完成任务之后 我会吸气 还是吐气 或者是在后面 viaje Cant Gast's 那等于你拍一拍的时间 你会如何? 你会吐气 那当然了 完成任务呢 excize 闺大大大气 是吧? 有人 ciuddat 呼吸其实跟我们的情绪,身体的放松程度是很大关系的 我们自律神经系统的情绪,当情绪紧张,交感神经就会兴奋 身体会出现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腸胃的鱼动会减慢 当我们放松的时候,腹交感神经就会更活跃 身体会出现心跳減速,血压降低 腸胃的鱼动速度加快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呼吸和情绪和自律神经的关联在哪里 当我们在上台之前,我们通常习惯会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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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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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乎个别的情况,做一些深呼吸,吸长呼短,吸短呼长这些练习 就可以令到自律神经系统回复到平衡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一种呼吸很关键的调节手法 我们经常说,人的呼吸是一分钟,12-16次,一般 如果能够呼吸慢一点,就会更加延年益手 为什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动物界的呼吸的次数和平均寿命 例如鸡,鸡呼吸的次数是多少?一分钟? 是28次 鸡的平均寿命是10年 即是自然的环境,不是我们的养鸡肠 三个月就要劲 狗一分钟是呼吸26次,狗的平均寿命是15年 牛呼吸次数一分钟是20次,平均寿命是30年 大象一分钟是18次,平均寿命是60年 人类呼吸次数一分钟是14次,平均寿命是74 龟呢? 龟呼吸次数是1分钟2次 是这么少? 龟的长寿 平均寿命是200年 那才能看出呼吸温的时间 龟的长寿 鼻吸自然是有很多时候 龟的小时,都会长寿 龟的小时,都会活得长寿 龟的小时,都会活得长寿 龟的小时,很多时候 龟的小时,都会活得长寿 龟的小时,有时候他们会活得长寿 龟的小时,其实有时候,祈祷 和我们平时用很高声的音调气压说话是不同的 即是说在三分钟的祷告里面 牧师平均可能换气15次 即是说每分钟只有5次的呼吸频率 佛教都一样 念经到时保持那个南南低调的音频 即是一句的经文 就是南无阿利陀佛 念完都要4至6秒钟 那自然呢 即是你念的时候 你不能够呼吸的 那即是导如之间 就是减慢了我们呼吸的次数 那这都是调气的最好的方法 ok 那我们很多时候 有听过一个叫做过度换气 hyperventilation 即是有些人当他那个情绪紧张的时候 他就呼吸是加速得很厉害的 那这种情况之后 那个患者呢 就反而觉得自己好像 即是透不透气的 那还拼命地要吸吸氧气 那结果呼吸变得又快又浅 在这种过度的呼吸情况之下呢 会导致身体的二氧化碳呢 因为随着不断地向外排放呢 是造成二氧化碳的浓度变低的 那最后呢 就导致氧化碳血症 那导致身体不同的症状出现的 那通常是什么情况之后 会令到一些人呢 有些年轻的女士 就很多时候呢 出现这些叫做 hyperventilation 即是急性的过度换气 换气的症状 通常呢 就是情绪 负面的情绪反应 悲伤啊 气愤啊 恐惧啊 紧张啊 这些导致我治疗神经系统失调的 那令到我们的呼吸呢 不自觉地变得又快又浅 那通常呢 病人呢 反而有种缺氧的现象 他比以前更加紧张 那就是呼吸又变得更加浅 更加快 造成这些恶性的循环 那为什么呢 你这么急呼吸 这么浅呼吸呢 反而感觉那个缺氧呢 其实呢 当时你不是因为缺氧所致的 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浓度太低 一般呢 我们过去呢 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 就拿着个纸袋 拿着纸袋呢 就吸住了 来到吸气的嘛 那其实呢 就希望呢 是令到你那个二氧化碳呢 那浓度更加高一点的 那但是现在最近的 临床结果统计呢 其实发现这个呢 有时候呢 有些 导致那些病人呢 是缺氧的危险性的 所以这个方法呢 反而呢 就是不再推荐用的了 就是用纸袋 然后吸气的 那通常呢 当 快又浅的呼吸开始的时候呢 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企图呢 是闭气止息 就是不要吐气 是 合起来的口 按住鼻歌 那避免二氧化碳呢 被过量排出体外的 那到呼吸频都受到控制之后呢 再跟着那个疏紧 紧张的情绪呢 那慢慢呢 就展开那个深的呼吸方法呢 那通常呢 在五分钟之内呢 呢 过度换气 或者其他引发的症状呢 就很快呢 明显地换往来的 那所以呢 以前呢 就叫你给个纸袋 你吸吧 那但是今时今日呢 其实纸袋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了 全都是胶袋的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反而呢 最简单呢 就叫它平息 那个闭气 就不要吐气 那慢慢地呢 那你的自自动动呢 身体的二氧化碳 在体内呢 就会自自动动呢 会提升回来的 那 那 那 我一般呢 经常以为呢 二氧化碳呢 是一种废物来的 那其实二氧化碳呢 就不是只是一般单纯的废物 的 因为如果当二氧化碳浓度低的时候呢 我们会容易引发这些呼吸的困难 急速这些问题啦 那当二氧化碳浓度太低呢 就血液里面的氧气的浓度太高了 那你要问吧 那氧气高 氧气浓度高 不是很好的吗 那这样 那多数很多人都会想起的 那大问题呢 那氧气 取得呢 就有意思说 氧气越多越好 含氧量越高越好 是不是很正确的 也都可以说 不是很全面的观点 那那二氧化碳在呼吸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呢 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因为提到二氧化碳呢 它总是有一些 就是那些废物 不需要的 所以一定要排出来这种 这样的感觉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不明白呢 其实二氧化碳呢 实际上呢 是控制呼吸的 控制者来的 那 那初初时候呢 人的呼吸反应呢 是要看二氧化碳的浓度决定的 就是说呢 当二氧化碳的浓度呢 是决定大脑 需不需要下达呼吸的指引 就是不单止是这样呢 二氧化碳在维持 心理的机能 身体健康方面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 那二氧化碳呢 可以说人体里面的 心理机能的调解者 或者与生存代謝 氧气的利用啊 血液的酸碱值的平衡呢 都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我知道呢 身体里面的血液 要维持什么呢 维持酸碱值是多少呢 pH7.35至7.45 就是说呢 身体要微微有少少碱的 嗯 要维持这样的 那么 这个是可以这样说呢 这个虽然好像很少数 但是你少数点之后呢 多少少来说呢 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是好相当激烈的 就是激烈的 呼吸是维持酸碱平衡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的要素呢 当我们的二氧化碳 直接影响呢 就血液的酸度的平衡了 那氧气呢 是身体运行的重要呢 那所以也就是 主要的那个 那个氧气呢 当然是血红素呢 好了 在正常的呼吸呢 我们的氧气呢 就能够释放到全身了 不过一旦 血中的二氧化碳不足呢 代謝的需求呢 就会计算错呢 氧气呢 就没有办法释放 进入身体的细胞 久而久之呢 身体的组织组织 组织呈缺氧的状态 并导致营养缺乏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简单单单的那个 那个二氧化碳 那个 控制我们身体的酸减值呢 是会导致我们整个身体 用氧那方面的问题的 所以呢 那个二氧化碳 和我们的呼吸那方面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好了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我们二氧化碳失调 就是 很容易是 就是 过度换气的 那 所以两者之间呢 其实呢 都是相连的 如果你是呼吸叉 搞坏热 治疗神经系统 治疗神经系统 失调 也都会出现 过度换气 就是hyperventilation 这种这样的现象 那过度换气呢 也是多方面的 就是 会导致那个 心理心脏啊 神经系统啊 腸胃系统啊 情绪和认知呢 都会受到影响的 那症状边缘很多元化 由胸满啊 脏气啊 疲劳啊 头昏啊 憂屈啊 都集中力不不集中啊 注意力不集中呢 都是因为过度换气所造成的 这些这样的问题的 好了 那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就是我们应该去 怎样去做正确的呼吸呢 那样 那简单来说呢 姿势正确最重要 所以呢 第一 姿势要正确 放松再放松 吸气到腹部呢 花点时间 就慢慢地吐 OK 那人呢 就要坐得 即是站得直一点 下巴呢 就要向外面 缩进去 即是不要跌高的口呢 那就好容易抹大口的了 那呢 就打直的背脊 和挺胸 和缩小腹 那就是一个打直的 不可以偏左偏右的 那这种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姿势呢 就容易呢 是达到我们的正确的呼吸的姿势 请伸入一点 不要这样放出来 那我们就再开始呢 就是 就是 有意识地呢 就是用鼻孔呢 就是慢慢吸 那吸的时候呢 就记住呢 拿手呢 放在那个腹部那里 OK 那看看腹部呢 有没有呢 慢慢地 慢慢地 是 提升起来的 那这个呢 就初初那些人呢 就可能不太习惯了 不懂得用腹部呼吸 但是呢 如果用一只手摸住胸膛 一只手摸住腹部 用平常的方法呢 那呢 你可以看到呢 明显地呢 你看到哪只手起伏 那你都可以知道 你平时的正确的那个 就是习惯的那个呼吸方法 那好了 正确的就是呢 要吸气到腹部 就是说呢 腹部呼吸 那就是说呢 你那个 那个气呢 那个气呢 在那个 空气进入的时候呢 会尽量 让那个横甲膜 向腹肯的压缩的情况 那呢 就来到这样 推推推出去呢 那你才知道呢 那个 那是一个 腹部的呼吸的 那你会问呢 其实腹部呼吸有什么好处呢 那原来在横甲膜下面的腹肯呢 其实有很多重要器官的 比如肝啦 皮啦 胃啦 腸啦 那我们进行 这个腹部呼吸的时候呢 其实横甲膜的运动呢 会连带呢 是内脏的运动的 好像差不多可以内脏做个SPA 那样的 那 那腹肯里面的血液 那个密集分布呢 那经过按摩呢 血液循環会变得更加流畅的 那所以 内脏机能的 因此 因为受了这个这样的 横甲膜的 动的按摩呢 是会强化的 那也都 腹部按摩呢 腹部的呼吸呢 是能够帮助排出更多的肺气啊 增加血液里面的养分量啦 对 让生疼代脊呢 是抵抗力呢 是从而提升的 那这个陈欣所讲解呢 是就是你站在那啦 对不对 最重要 要站直啦 背脊要挺直啦 那下巴要收入去啦 那 咬起了眼睛啦 放松的身体呢 放空的脑袋呢 就从而呢 把手挤住胸 挤住腹部 这样呢 就进行的呼吸呢 令到那个腹部呢 是提升得到的 那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躺在那啦 躺在平外在的地方啦 把身体放松啦 两腿呢 就伸直啦 那么微微分开 那样 可以这样呢 将右手轻轻放在肚腩那里 那里 也都可以拿一本厚厚的书呢 放在腹部 那 那 由一从到五呢 在五秒钟里面呢 就慢慢地 就是吸气 那吸气时候呢 就感觉呢 就感觉呢 那个肚子呢 是脏起来的 那即使你放一本书呢 那你会见到 那个本书是提高的 那由一 数到五 那五秒钟里面呢 就慢慢吐气了 呼气的时候呢 就感觉 那个肚子是凹下边的 就是本书是慢慢降下的 那如是者呢 进行五到十五分钟呢 每日早晚各一次 那 在我们的体质水疗的过程里面呢 那我们都有个方法呢 就是用一个一个 我叫一个一个袋 一个重量的袋呢 那就放在那个 那个 我们那个 那个 客人的腹部那里的 那他知道呢 有一个重的袋在肚子里呢 那他进行那个呼吸的时候呢 那他呢 就会 很刻意呢 是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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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做体质水疗的时候呢 因为体质水疗里面呢 我和上一次几集之前 都大家分享过了 我会用一个 苏联的电子科技 从事进行 神机系统的 那个 条理这个的治疗的 那我们都配搭 是用个 呼吸 在一个 一小时左右的 治疗的过程里面呢 让我们的客人呢 就学会了 呼吸 那个 就是用 呼吸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治疗神经系统呢 就是除多 饮食方面呢 我们减压的 情绪方面呢 态度的改变呢 的 的帮我们 就是舒缓我们的压力呢 那 还有一个 刚才就说 其实是呼吸的 那在我们的 各种的 所谓 瑜伽的 不同的 就是各方面的 气功啊 瑜伽啊 都很强调那个 调色 调色呢 是什么呢 是说我们的 呼吸 那方面的 那 在 不同的 各种的 不同的 保健的 方法里面呢 其实呼吸 值得是很被重视的 好了 那 我们都 都 今次都花了很多 很多时间 那 其实呢 这个资料呢 有一本很好的书啦 就叫做《不想生病就搞定自禄神经》 那是一位台湾的 郭育祥 这位精神科医生写的 那我过去呢 我很多病人 我都会介绍他看这本书的 那等他了解 那一本书里面 大家都分享到 是很多很具体的方法 可以给大家了解 那但可惜呢 最近呢 我们再去订这本书呢 就好像都断了板了 那我就 就 都不客气了 那将这个资料呢 就和大家在 在网台呢 就大家是 详细地分享了 OK 那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 那 那我们今集呢 这个 这个题目呢 课题呢 就应该呢 结束了 OK 多谢完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那么多有用的资讯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 会谈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谢谢袁医生 OK 好 拜拜